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长寿一直是全世界人都在关注的话题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球的人均寿命都在不断增长 也有不少人在从事关于长寿的研究 如果把身体比作一台机器 腿就是提供动力的马达 马达不灵了,机器便会老化,运转不良 人老后不怕头发变白,皮肤松弛 怕的就是腿脚不灵便 腿有劲,才能寿命长 在美国预防杂志总结的长寿迹象中 腿部肌肉有力,恶然在裂 生活中也不难发现 长寿老人几乎都步履稳健,行走如风 因此只要养好双腿 活过百岁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另外,很少有人知道 一个人50%的骨骼和肌肉都在两条腿上 人一生中70%的活动和能量消耗 都要由腿来完成 人体最大,最结实的关节和骨头也在其中 双腿是身体的交通枢纽 两条腿有人提50%的神经,50%的血管 流淌着50%的血液,是连接身体的大循环组织 只有双腿健康,经络传导才畅通 气血才能顺利送往各个器官 特别是心脏和消化系统 可以说,腿部肌肉强劲的人 必然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 美国科学家认为 从走路便可判断人的健康状况 如果一个70岁至79岁的老人 一次可步行约40米 就说明其健康情况 至少能让他多活16年 老人每次走的距离越长 速度越快,走得越轻松 那么他的寿命就越长 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摔 人老后,腿部和大脑间指令的准确性 和传导速度都有所下降 不像年轻时那么默契 医师解释说,从出生到离世 腿每时每刻都在工作 如果不注意保护 自然就年久失修了 北京中医学大学教授 主任医师汪维健 在80岁那年依然 体格康健 从外观上就显而易见 他的皮肤就像年轻人那样红润光洁 一个老年般都没有 身板特别的硬朗 气色非常红润 每年体检了血压 血糖都是正常值 连老年人男性常见的前列腺增生都是与他无缘 80岁老中医貌似30 全靠洗澡时爱洗这里 1.洗澡时脚心搓一搓12经络就通了 很多人洗澡时后通常只洗几个常见部位 例如头、背部、四肢、胸腹 而我们身体有些特殊的部位 洗澡时越爱洗他们 寿命就会越长久 今天说说老中医搓洗一辈子的地方 老先生快80岁 看起来似30多岁 他究竟有什么养生秘诀 原来他发明了一套保健操 就是用手掌去搓脚心 为什么搓脚心 脚中心学位叫永泉学主肾 常揉搓按摩可撞肾 不要小看这一处 搓揉永泉学一处颇多 1.打通12经络 心按永泉学能通经络传递作用 调节你的植物神经系统 帮你扩张血管 促进皮肤血液循环 加快毒素排出 降低血液粘稠度 2.活跃圣经内气 故本培圆 可延年易受 散热生气 可圣经充足 耳聪牧鸣 可助发育正常 精力充沛 可增强生殖功能 可使腰膝壮实不软 行走有力 3.缓解以下症状 神经衰弱 经历减退 倦怠感 多眠症 焦躁 头顶痛 咽喉痛 小便不利 破乱转筋 昏厥等 高血压 糖尿病 过敏性鼻炎 妇女病 更年期障碍 肾脏病 老年性哮喘 腰息无力 耳聋等 那么问题来了 搓脚心什么时候做 平时洗澡时和睡觉前多做 天天搓脚心 左手搓右脚 右手搓左脚 差不多20分钟 脚底发热 这样可解除疲劳 还可有助于睡眠 2.清洗腋下 防止心脑血管等疾病 腋下是我们平时少碰触的部位 中医把这个部位定为集全穴 很多人在清洗时 只是用水冲一下就搞定了 其实腋下是需要认真清洗的 因为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是非常重视夜窝的 很多专家将夜窝归为五大保健区之一 经常搓洗按摩及全穴 对身体健康是极有好处的 3.清洗小腿肚 燃烧脂肪 帮助减肥 现代人长期坐在电脑前面 或者是长时间乘坐交通工具 这些都很不利于身体循环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肥胖 每天清洗一下小腿 清洗时按揉小腿度 可快速提高体温 加快身体新陈代谢 帮助我们有效燃烧脂肪 4.清洗三角窝 防止高血压神经衰弱 三角窝在耳朵部位的脚窝 常清洗并揉搓 对高血压神经衰弱有不错调节效果 搓揉三角窝时可用指甲适当掐按 以感微微疼痛或灼热维度 不能强行大力地按揉 洗澡注意事项 每次洗澡水温60度最好 一般来说 人的体内温度是60摄氏度 因此用60摄氏度的温水洗澡 消除疲惫效果最理想 假如水温过高 消耗的热量多 反而会让人更难受 水温过低 血管收缩 也不易消除疲惫 三伏天可以适当调低水温 不低于5摄氏度即可 泡澡时间不要过长 有的人喜欢泡澡 甚至泡在浴缸里听音乐 但是泡澡时间过长 不利健康 因为泡澡时间过长 容易使人疲劳 亦引起心脏缺血缺氧 严重者会致使冠状动脉静磷 血栓形成 甚至诱发心率失常而猝死 另外洗澡时间过长 头部血液供应相应减少 易导致脑缺血而发生意外 因此洗盆浴的话 20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了 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